我们这一波要讲的就是 所谓的立即的信心 成为一个有效率 成为一个有行动力 成为一个可以被上帝使用的器皿 这一讲叫做立即行动 用信心冲一波 OK 我们对于立即的行动 我们都很羡慕 有人说这个知道就要去做 王阳明先生说 知行合一 可是这很难 你知道你要行太难了 对不对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什么叫立即行动的信心呢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定义 对神的应许有坚定的信念 在神启示或指示的时候 就神对你说话的时候 立即以行动回应 不拖延或等待外在的保证 比如说我昨天跑步的时候 神突然感动我 我边跑就想到那个情境 我就要回应神 我知道神在告诉我 我要做这个事情 这种信心不是等候结果才可见 才开始行动 而是基于对神的信靠踏出信心的一步 不是说我看见了 我才做 看见才做 就不需要信心了 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 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 我们一起来读 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 对未见之事有确据 所盼望的事有把握 未见的事有确据 还没看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必定神 比如说我们现在你要去到墾丁 你知道那个地方是存在的 所以虽然你在前进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墾丁 但是你知道总会到那里去的 比如说我昨天去跑10K 我知道一定会跑完的 虽然我还没有看到那个10K开始亮 但是慢慢累积 我就有一个信心我可以跑完它 弟兄姐妹信心是我们启动上帝的恩典 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如果你没有信心 你就变成一个没有办法接触这个世界 没有办法感受这个世界的 好像是一个瞎了眼听不见的人 信心就是如此 虽然还没有看见 但是我就相信了 虽然我还没有看见 我就跟上了 圣经有太多例子 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约瑟 耶稣的义父约瑟 他的妻子跟他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 可是神感动他在梦里 感动他说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怀孕 他就接受了 他就有信心 如果你要看立即的信心 你回去看约瑟 他有很多立即的信心 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 所以就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我们再读一次 所以就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这是我们很清楚知道 身体没有灵魂就是一个身体 就是一个day body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灵魂离开了 我就不可能在这边讲话 今天是灵魂在我的身体里面 以至于我可以跟各位互动 一样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所以信心跟行为 它是互为表里的 它是无法切割的 今天一个有信心的人 一定会有信心的行动 今天一个看到行为的人 就正表示他对这个事情有信心 他是不能切割的 但是教会里面很多 很会讲信心的人 讲的头头是道 他是说明信心的大师 但是他是行为上的侏儒 他很少在 他很会讲上帝 他很会讲上帝的信心 比如他说上帝是全能会供应的 可是他从来不奉献的 他心里面很害怕没钱 比如说他很会讲说上帝拯救世人 他对神拯救世人很有信心 可是他从来不传福音 有没有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突破这个盲场 我们必须突破这个基督徒 很重要的盲场 就是盲点 要不然我们就变成一群在这里 不知道干嘛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领受今天这个信息 带出立即的信心的行动 一个有立即行动的信心 他才会被神使用 OK 我们都觉得那没有问题 但是事与愿违 我们常常面对 就是我们面对事件 或者一个挑战 或者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就是逃离 或者我们就是拖延 我们对刚刚那个定义都没有问题 那定义很棒 又有神的话支持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反观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一个常常拖延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常常逃离的人 以今天这个讲道为例 我上个主日讲完信息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信息都是预备 一整个一整季的 我们会预备一季一季的信息 主题跟分题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知道 我这个礼拜要讲这个 我上个礼拜讲完 我主日回去 我还在开始预备 但是为什么 我会拖延呢 你知道这个信息 什么时候用好的吗 昨天下午才搞定 童工很紧张 但是我已经进步了 因为通常我都是在今天早上才完成 所以我是有慢慢在进步 而且我告诉你 它不是一次而已 我这个拖延症已经二十几年了 从我刚开始讲道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也在面对这个问题 不是你在面对这个 那我就在想这个事 我要怎么突破 你知道因为我在预备信息 我以我自己为例 我每次要预备一个信息 我不只会读神的话 我会去读心理学 社会学 或者是脑科学 我喜欢从不同的角度去 帮助我们可以 在这个主题上面有所突破 所以我就要读很多东西 那我就在读这些东西 读来读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好像有更好的东西 或者是我会觉得说 时间还很长 你知道 我礼拜一开始 我已经知道 我大概要讲什么结构了 但是我觉得 还要很久 反正我礼拜三完成就好 我还有两天 稀里糊里的 不知道为什么放两个台风架 哈利路亚 那两个台风架 真的是迷烂到了几点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眼睛上 礼拜五了 哇 很紧张 我超紧张的 我礼拜五到 我就是非常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因为我要预备信息 我不能乱讲 我就要读很多的 不同的东西 你知道吗 我们为什么会逃离 或者拖延 这三件事情是很关键 当然有其他的原因 这三件事情非常关键 这三件事情也符合了 我之前读一本书 就是关于拖延症这个事情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 削弱的行动力 或者是拖延 或者逃离的这种态度 源自于拖延本是我们 罪人本能的正常发挥 所以当你发现 你被交付一个任务 或者你看到一个挑战 或者你要做一件事 你一直在拖延的时候 请你第一点你不要太自责 因为所有人都一样 我也是啊 这就是我们罪人的天性 我们的大脑就是天生爱拖延 那没有办法 所以你说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其实讲这种话说 我是一个理性的人 就非常的不理性啊 因为我们的脑袋本身 就是一个拖延 一个非常凭感觉形式的 我们的大脑其实是被本能 就是罪性拖延的 你要知道这个本能 从人类演化开始 从我们的祖先开始 如果我们不管 我们不管什么进化论 至少人类 六七千年前就出现了 甚至有人到一万年前出现 这个本能啊 就是这个老我啊 他已经控制大脑 已经几万年了 或者是说六千年了 但是理性这个东西是 没有那么久才产生的 你要抗衡这个本能有点难 所以你如果有拖延 先不要自责 你先认清楚 这就是你的本性啊 因为你的大脑的default 就是一个拖延的脑 就是一个被本能 本能是什么 饿了就吃 对不对 肚子痛就拉 看见喜欢的就乱搞 我们的本能就这样 然后呢 这些都满足之后 就睡觉 就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本能 所以你的大脑 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理性 所以先认清楚这一点 那这一点呢 从科学上证明是如此 脑科学证明是如此 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本身就是个罪人 所以拖延本身就是一个 罪人本能的正常发挥 第二点是恐惧 恐惧是信心跟行动的杀手 我在讲的是 恐惧是信心与行动的杀手 恐惧呢 这很复杂了 我今天没办法展开讲 但是至少以我的例子为例 我很害怕我讲错啊 我很害怕我讲的东西 你们不接受啊 今天如果讲了一个东西 就你们觉得讲的不好 那个恐惧限制了我 去整理我的讲章 换作人的情境 你可能在做一件事 你会害怕他们怎么看我 啊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 所以恐惧往往是 让我们的信心跟行动 被扼杀一个很重要的情绪 但我要讲 这个情绪没有不好 因为如果一个人 什么都不怕 他很快就死掉 我们的脑部有一个系统 就是当我遇见挑战的时候 未知的时候 他会判断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 他会产生恐惧感 如果无法handle就跑 战或者逃 这个系统是我们大脑的本能 所以恐惧没有不好 但是如果这个恐惧 大到让你无法去 产出行动的话 这就是一个不好的状态 第三个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呢 我觉得是现代人 更多被影响的 完美主义是我们行动的牢笼 我在过去的时候 我就常常在教导这个 这是我从 我带领IM的时候 一直在倡议的 我们不要追求 the best 我们常常讲说 the best is the best 不一定的 因为当你进入到 the best 很多人进入到 他的best 他就停止学习了 所以很多人停留在 他大学的 那个高光时刻 高中 或者某一个时期 某一个阶段 他就觉得我已经到人生的顶峰了 我没有什么好追求了 你讲这句话就表示 你的best 其实没有多厉害 你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我跑步 我要追求 我可以 五分钟跑完一公里 对我来讲 哇 很厉害了 一个快五十岁的人 还可以跑到一分钟五公里 哇 我觉得很强 可是对那些真的很会跑的人 有些阿伯六十几岁 可以跑到四分多 他会觉得你在干嘛 你有用力吗 你有在跑吗 就是你的best 如果你达到 觉得很厉害 那通常不是什么的best 不是最厉害的 当我们进入到 the best的状态 会让你限制成长 你就不想成长 另外一个是 当你一直有一个 the best的追求的时候 你会跨不出第一步 你会觉得说 等我全部预备好 我再去 我要那个最完美的状态 重点是不可能有完美的状态 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大家 用追求better 你只要今天比昨天好就好了 你只要这次比上次好就好了 所以完美主义会限制我们 但是我也不是说 完美主义全部不好 因为如果你追求完美的 那个态度是正确的 比如说 我在我的better里面 追求最好的献给神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那种绝对的the best 会害死我们 所以这三件事情 我们的拖延本是 罪人的本能 我们的恐惧限制我们的信心 扼杀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完美主义 让我们寸步难行 以至于我们就拖延 以至于我们就逃离 罗马书七章四九节 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 一起来读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反而去做 这就是我们的状况 我们想做的说实 我们做不出来 而且通常那些我们觉得好的东西 善的东西 就是有上帝属性的善的东西 我们想要做就没力 比如说我要读经 一打开圣经 对不对 我要祷告 亲爱的主 睡着了 我要传福音 我就睡着了 我要好好听圣牧师讲道 就睡着了 有没有 通常那些跟上帝的 善的属性有关系 我们想做我们都做不出来 但是那些我们不想做的恶 哇 我们的本能就 你明明知道说 我今天我要不能吃那么多 我已经吃很多了 而且我已经发下毒誓 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 我就要回去 然后我要吃一个生菜沙拉 结果你一经过那个夜市 哇 炸鸡 啤酒 还多买了两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银墙 还忘记 老板忘记那个大蒜再给我两颗 你知道 你明明我没有说那个不好 只是 有些人真的不好 就是有些 过度于 唐朝 走唐朝风格的人 就要注意一下你的血压跟血脂 我在讲什么 我们面对很多事情 说实在的 就是这个情况 但我们有机会改变吗 我觉得有机会改变 你们想不想改变 那等一下 接下来这个东西 你要认真听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们要养成一个有立即行动的信心的生活跟生命 有三个重要的关键 其中第一个最重要 跟各位来分享 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呢 第一个你要认识你内在力量的三个重要元素 我们这个人 内在的力量 可以去完成任务 可以接受挑战 可以去面对困难 最重要的三个力量 第一个叫做motivation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 简单的说那是什么呢 如果你爱一个人 爱一件事 你就会继续 如果你不爱 你就会放弃 就这么简单 创世记29章20节 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七年 他因为爱拉杰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雅各 爱上一个女子叫拉杰 是他表妹 他去逃难的时候 他的舅舅叫拉班 当时这个表亲是可以结婚的 他说你要娶我 这个小女儿可以啊 替我工作七年 好棒喔 他就为他工作 然后圣经说什么 一起读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你知道你如果爱一个东西 就看就是那个时间就 哇 飞得很快 我以前喜欢弹吉他 我弹吉他一弹 我可以弹整天 我都忘记吃饭了 因为我爱那个东西 如果你有一个爱的动机 我告诉你 你就会很有行动力啊 你不用去做 不用人家要求你 你就会做这个事 所以反观来说 我们以我们的信仰来说 如果你真的很爱你的上帝 你来教会就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了 有些教会还发动他的这个牧养系统 抠客 怎么两个礼拜没看到你啦 接着来哦 这个对话很像酒店 松董 久不来啊 你又这罐酒在这里没喝完 你要来吗 你如果真的爱上帝 你干嘛抠客啊 你如果真的爱上帝 你如果真的爱上帝 我也不用一直叫你来教会聚会啊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就会想来嘛 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爱 但是你又信了主 你就很尴尬啦 对不对 你就会考虑说 那我礼拜天要不要来 我有其他的活动 我有其他的安排 那上帝应该可以通融一下吧 我先讲 我是鼓励大家 一个月 有一两个礼拜 可以陪家人 因为你总不能都不陪家人吧 你说会不会停止的惯了 一两次不来 不会停止的惯了啦 但是你已经半年没来 你已经惯了你知道吗 半年都没有来朝建主 你会半年不跟你爸讲话吗 你说我有跟我爸讲话 你总要看兄弟姐妹吧 我们也是兄弟姐妹吧 你了解我的 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如果你真的爱这位上帝 你来教会是不用抠客的 你来奉献是不用被吹 所以我不喜欢说你要奉献 因为这是你跟上帝 你真的爱他 你会奉献啊 你要服侍我会不会逼你啊 所以在我们教会 我最讨厌讲听到的句话 我很讨厌我的同工 跟人家讲说 我最近好累 教会逼我要做什么 你真的踩到我的点了 逼你 你知道泰玛丽隔壁在哪里吗 逼你 我都巴不得 你不爱主就从这边回去家里睡觉 我还逼你工作 我很喜欢大家很开心主动的侍奉上帝 所以我的原则是这样 你不开心累了就休息就这样 那我会继续爱你啊 但是很多人只是想从这个服饰里面 得到别人的赞许 这个动静是错的 所以他很苦啊 小组长 敬拜团 招待团 侍奉团 其实他不爱上帝 他说你有看到我今天招待吗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我今天唱歌吗 你有看到我今天弹吉他吗 你有看到吗 他还想得到人家的关注 你知道吗 他在那边 这个动机是错的 你没有爱上帝 你爱的是你自己 你爱得到的名声 得到关注 得到掌声 所以你跟到有一天 有一天可能我跟你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炸开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知道我怎么付出 你为什么 你一直逼我 我没有逼你啊 你听懂我意思吗 我不是讲我们教会 因为我在过去 很多我的服饰经验是 有人突然爆炸 就觉得怎么回事 你不是服饰好 我突然发现说 原来他动机不是正确 他没有很爱上帝 他爱他自己 弟兄姐妹 如果你爱 你就会前进 你不爱 你就会放弃 把这个原则 转换到任何事情 如果你爱你的工作 I love my job 所以我在 闲暇时间 我都会预备 我喜欢读书 因为我想要 跟各位分享更多 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资讯 或者knowledge 或者是智慧 没有人逼我啊 说实在有些牧师 你听他讲到 听一年就大概知道 他会讲什么啦 你都可以说 牧师我等一下可以帮你讲 他就那一套啊 那一套讲了三十年 也不会怎么样啊 可是我喜欢我的工作 我喜欢 东看看信赶 东学学西学 因为我希望 可以分享更多给你们 你呢 你的工作你是在那边忍耐 还是你在享受 动机很重要 所以很多时候 你的上司交付给你工作 因为你根本不爱 这个工作 你就能闪则闪 或者随便做做 这都不卓越啊 人家怎么将荣耀归给神 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工作 认真把它做完 你爱你的上帝 为了上帝而做 凡事向为主做 第二个是自尊 自尊的英文叫 self-esteem 这个自尊啊 很重要 我们要学会这个 你怎么样子去看你自己 自尊其实是这样 他是从历史 来定义自己 什么意思 从过去的经验 来定义我是谁 比如说 我是一个原住民家庭生的小孩 很穷 没有什么背景 然后呢 乱七八糟 然后所以 在社会上面没有什么 竞争能力 这就是我的标签 我从我的历史 来定义我是谁 所以常常你会看到 自尊心很低的人 因为你是这样子看你自己 所以相反的 有些家庭环境比较好 他生的比较优渥 然后有好的学校 他就这样 他自尊比较高 这是心理学的研究 但有没有那些 出身不好 但是心理自尊很高 而且自信很高 也是有 我今天没办法展开讲 以后可以跟各位分享 也是有 他有几个要件 但是今天我要讲 圣经可以帮助我们 突破这个事情 圣经里面有个人物 叫做基电 基电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如此 可是当他跟神相遇的时候 这边告诉我们 四十句六章十五节 他说 基电对他说 对神说 主啊 请容许我 我怎么能拯救以色列呢 我是谁 他说 看啊 我这一支在马拿西支派 十二支派的马拿西支派里面 是最贫寒 他是最穷里面最贫寒的 他说我在我富家 又是最危险的 那就是 俗辣中的俗辣减证 俗辣巴 你知道吗 他是酸巴 这不可 这不能再 就是这个 就太微小的一个人 他从他的历史 定义自己 我怎么可能成为士士 士士是以色列的领袖 怎么可能 我就是个俗辣 所以他是一个低至尊的人 低至尊的人会怎么样 他常常会否定自己 以至于 当有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 他说 我一定没办法完成这个事情 或者他有一个想法 我一定会失败 你知道我以前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常常觉得 我就是一定会失败 只要有重要的事 交付在我手上 一定会失败 很奇妙 这种莫非定律 在我身上 恩赐 所以我就清楚知道 我一定会失败 我等一下再回来讲 第三个是自信 Self confidence 什么是自信呢 自信跟自尊不一样 自尊是从历史 定义自己 自信是从这里看向未来 所以他说什么 我拥有的能力 我可以控制的能力 我可以成为一个 另外一个人 所以他有自信 这个人的自信来自于 我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我的能力 我知道我的未来 会不一样 所以自尊跟自信 很重要 很多人自信很低 他就觉得我能力不足 所以 这个事情我没办法挑战 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搞砸 所以这样的一个总和 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消极 拖延甚至行动力低 自信 在这里我提到一个人 撒母纪上17章37节 大卫又说 耶和华教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他逼救我脱离这菲利斯人的手 大卫看到哥利亚的时候 他说开玩笑 这个人在那边骂 耶和华的军队 他哪位啊 哪根冲啊 扫罗说 你真的打得赢他吗 他说开玩笑 我的上帝救我脱离狮子跟熊的爪 他说 不管是lion or bear 他们来 我那个啪好嘶 啪好嘶嘶 我跟你说 你们买都没在怕lion跟bear 我来怕他什么giant giant你死定了 居然你死定了 today I will walk your dead body 他为什么有自信你知道吗 他的自信来自于 他有能力打败狮子跟熊 所以他知道 我有这个能力 我可以跟你拼一把 以至于他相信 他的神会帮助他 以至于他就真的打赢哥利亚 好 这三件事 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三件事情 组成我们内在的动力 如果你是一个 动机是错误的 甚至是消极的 你就不用再想任何事情 就算你今天很有能力 就算你今天自尊性也很高 但是你的动机 就是我就不想 你也不会继续完成这个事 你也不会 就是把这个挑战抓在手上说 我来试看看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需要把动机重新捋清楚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基督徒只有一个动机 因为上帝爱我 他已经拯救我 我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 如今我因着爱上帝 我要做任何上帝想做的事情 这动机已经不一样 所以我因着有耶稣的爱 改变我里面的动机 我今天工作也好 我面对我的家庭也好 我面对我的健康也好 面对我的侍奉也好 面对一切的 我都是因为爱上帝的缘故 我要把它做好 动机已经不一样 第二个 以前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爱 我的自尊心是很低的 我就是那个基电 我到底要干嘛 对不对 我能找份工作活着就感谢主了 我不要把事情搞砸就好了 你知道我以前常常把事情搞砸 我以前很怕重要事交到我手上 真的我有太多故事可以讲 我随便讲一个 有一次我要去公司 那个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presentation 我就预备很久 PPT做得好好的 那个大母哥USB safe好好的 因为我常常会迟到 我迟到已经变成我的惯性 我那天趁早起 我坐公车去公司 哈雷路亚 我提早到十分钟 生真的又有同在 开始presentation 大母哥忘记带 最高境界 我常这样子 然后很重要的事情 我都搞错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 那个告别室 讲得跟真的一样 最后那个结束的时候 有个家族说 那个我爸不是叫那个名字 我就是常常 我的人设 魔鬼在我的人设 贴了很多负面标签 如果我从历史来定义我是谁 我根本就不要努力 我就直接就是一个 你听懂我在讲什么 但是我们有主之后 主改变我们的自尊 什么意思 以前我是这样的木墙 但是no 我现在已经不是 以前我是个破碎的 没有竞争力的 loser 微小的 输拉巴的木墙 没有错 我一方面同意 是的 魔鬼你讲的是对的 是 这是我的过去 but 现在我在基督的救赎里 我有新的身份 我是在基督 耶稣里面 得胜的木墙 我是神的孩子 哈利路亚 这个给我很大的帮助 以前如果我看我自己 我要跟人家怎么拼 我有什么能力 你知道世界上的能力 就那几种能力 你个人的能力 无论是专业能力 沟通能力 或者你关系的能力 这些都是力量 你有很好的关系 就是力量 对不对 你有很多财富 也是力量 你有智慧也是力量 但是我认真的盘点 我就没什么力量 就是以能力来看 我的未来 也是细 但是有诅咒不一样了 因为主不只 让我有爱的动机 不只恢复我 儿子的身份 祂也交付我 许多新的能力 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不会说 我是个弱者了 我开始有不同的能力 被培养起来 那加给我力量的事 我凡事都能做 哈利路亚 我开始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有不一样的想象 我开始进入到 信心的行动里面 我在讲什么 很多人为什么 来教会这么久 他无法真正进入 信心的行动里面 因为他这三件事情 没有搞定 他没有那么爱耶稣 他也没有感受到 耶稣的爱在他里面 燃起了一个爱的火 今天求主 祝福你们 被神熊熊的 燃起那个爱他的火 我常常想到 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侍奉神的时候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就跟主 主啊 我就烂命一条 你救我 如果我是一根财 你烧烂我 我要为你燃烧 我好喜欢那个时候的我 我现在什么都有 财富 关系 智慧 能力 帅气 我什么都有 就是还没有面对 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多啊 但是我常常想到 以前那样的我 那个决然一身 为主摆上的我 我真的很爱 那个时候的我 也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一直到如今 上帝不断的提升我 弟兄姐妹 很多人为什么 没办法进入到 信心的行动里面 因为 他就算知道神说 你受造奇妙可畏 这是神的话嘛 对不对 我上帝不要讲过 诗篇你们受造是何等奇妙可畏 对啊 但是我家就是这样啊 他还在用这个方式 看他自己 神的话在这里参考一下 对不错神的话很好 但是我是这样 神说我要 我的恩典够你用 并且我也使你胜过世界 这都是神的话 对啊 但是我还是这样 你看到的永远是那个破碎的 低迷的 没有未来的 弟兄姐妹 真正的信耶稣是 接受他给你所有的爱 回应他 用你的爱 然后接受他的话语 然后用他的话改变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已经被改变 在基督耶稣里面 你是神的孩子 你的能力已经被改变 因为基督要给你更多 他的同在的能力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三件事非常重要 你是神最爱的孩子 你充满他同在的能力 因着你的身与你同在 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才会成真 我知道怎样处悲剑 也知道怎样处丰盛 我们一起读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任何事情任何情况 我都得了秘诀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得了 听众姐妹 你如果没有在你里面 将你的动机 将你的自尊 将你的自信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重新来改变 你依然就是在外围看这个信仰 你要踏进去 接受他 神啊 谢谢你爱我 我要用我的爱回应你 我要为你的爱做任何事情 主要谢谢你拯救我 我不再是那个破碎的我 我是神的孩子 主 谢谢你 我不再是没有能力的 我是积淀的勇士 我是积淀 我可以打败米店人 我可以击杀狮子 击杀熊 我可以撂倒哥利亚 这是我的身份 你要接受这个事情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提供三个具体的行动做法 第一个你要设定明确的目标 没有目标的目标 就是放屁 没有 对不起 没有明确目标的目标 就是放屁 比如说我要减肥 我听过说我要减肥的人 那一年他讲完 隔一年他更肥 因为他没有办法真正执行 明确的目标有两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是他要激起你的热情 就觉得很兴奋我要做这个事情 而且他要可量化 我举个例子 我说我要减肥 我一直失败 一直到我转念 我从要减肥 我转换成我要成为健康强壮的人 这个东西我有兴趣 健康又强壮 跟减肥不一样 减肥是好像处理一个事情 没有 我是要变成那个人 你知道吗 我要变成一个健康 我就很有自信 我就突然觉得 哇 我很想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看到Chris牧师 哇 我更想变成这样的人 哇 我希望哪一天可以讲到 就是裸上升 就是他在 他在Petra健身教会 都可以裸上升 我在IAM也可以裸上升讲到 对不对 圣灵酒果 这边哇 只有八颗不好意思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让我有动力 就是哇 不再是减肥 减肥就苦差事啊 但是成为健康 而且强壮的人 我就很有动力 第二个 设定目标 我要减几公斤 如果你没有设定那个目标 全部都是放屁 是这么 就这样我昨天去跑步 我本来 因为我九月份 非常迷烂 跑大概二十公里而已 我就去 我昨天晚上就去跑步 我整理好这个 吃完饭 我就去跑步 我就设定 我今天跑五公里就好 因为我有五公里 我才撑得下去 因为太久没跑 我前两公里真的跑不下去 全身都怪 步屏也怪 呼吸也怪 路人看起来都很怪 你看什么看 没有看过老头跑步吗 因为那些动作很怪 就很多人看我 这什么都怪 但是因为我有一个目标 五公里 所以我就硬撑两公里之后 突然流外花明又一村 整个霍南开朗 好像那个呼吸调整起来 我就跑跑跑跑 我昨天就跑了十公里 如果没有五公里 我两公里跑完我就回家 我没有设定目标 我两公里跑完 我自己你就会觉得 我有做到 我有跑步 我可以回家了 可以休息 但是我有设定 弟兄姐妹 目标的两个定义 要激发你的热情 第二个 设定明确可量化的目标 不然 看我 都是放屁 这个原则 可以放在任何工作 你个人的突破 关系的改善 方方面面都可以 第二个是创造适合的环境 你要适合的环境 今天如果 没有适合的环境 你今天说 牧师说我们要 好好的改变 今天要有行动力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挑战 我就要开始挑战 你一回家 我就要去跑步 开始着装 这个手机 突然想了一下 一滑回一个简讯 我滑出一个 Facebook广告看一下 哇 就看进去了 我们就被这些东西吸引 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什么吗 这两天 在台风天 我也是看了无数个这样的片 中国大陆有一种短剧 你知道吗 短剧是有一个很高深莫测的人 无论他在城市里面 是所谓的顶级名流 或者在仙界里面 是一个什么超级大钱 然后他就突然变成一个什么 什么管理员 或者是一个什么 什么在小角色 然后他就会爱上一个女生 或那个女生爱上他 反正就会百般拦阻 就有人说 而且他都有一个套路 他从最底层一直被打压 然后一关一关的 有更厉害的人要欺负他 他就一关胜一关胜 最后他就 大家发现 原来他是那个 真正最厉害的那个人 什么帝君 什么奇怪的名 什么总裁 我最喜欢看那个 而且他有套路 他一定要有那种 演得很烂的群众演员 比如说他跟这个女主 要成为朋友 他怎么可能配得上他呀 对呀他那个 他就是一个死官的人 对呀他怎么可能 我想这应该是个玩笑吧 然后反正这个超烂 他们超烂 然后我为什么会看 你知道吗 我就是有一次滑的时候 我就看到说 这么烂也能演哦 然后我就一直看 能多烂就有多烂 他真的没有让我失望过 这种逻辑 他演得像 还有吗 还有耶 然后每次 有人要欺负他 有没有 有人要揍他 就突然在关键时刻 谁敢通他试看看 然后就有个人来揍他 然后一定有几个桥段 就是会有三巴掌 一扇 然后就综艺摔 你知道我 我每次说 这样也可以哦 然后古装也这样演 然后那个时装也这样演 而且像我昨天发现了一个 现在连美国人都在拍这个片呢 真的 美国人用团案套路 全部都是美国人演的 你知道多烂 就是这么烂 吸引了我说 到底还能多烂 我就被浪费了好几天的生命在里面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没有制造一个合适环境 你很容易分心 你很容易被带走 所以你要创造一个环境 耶稣很知道这个是 当他五饼二鱼结束之后 大家拥戴他为王 他就一个人躲到这个山上去 他有很多这种嫉妒 躲到山上去 山上是他最重要的时刻 他要重新厘清他的目标 他要专注的预备自己的手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合适的环境 我们需要创造这个合适的环境 你要参与信心的群体 这个是老生常谈 如果你没有群体 你就容易放弃 运动特别很容易理解这个事 以前Petra还没有这么多人 现在Petra一位难求 那个课程一出来就满了 有时候我去都只能在边边角角 我现在都有点去 一心南山每次去都满了 我刚开始Petra的时候 我们都是七点半运动 因为那时候就我跟那个 Christmas在运动 约好七点半 我七点突然醒来 赶快换衣服 骑脚踏车过去 不是我那时候 那么爱运动 是因为我不想让他失望 所以我就去了 这样他也不让我松懈 这样慢慢慢慢 我就培养了这个 喜欢运动的这个习惯 所以你要真正开始有一个 具体的行动力的提升 你就要第一个 你要设定清楚的目标 第二个 你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第三个 你需要同伴 如果我们都是在一起提醒你 最近有没有读经 最近有没有传福音 最近跟家人怎么样 有同伴会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 那个立即行动的信心的生活里面 所以目标环境好朋友 改变命运缺一不可 这三件事情搞定就好 目标环境好朋友 刚好教会都有 教会常常鼓励你们 去建立你们的目标 个人的小组的家庭的事业的 我们教会有很多好朋友可以提醒你 我们有很好的环境 我们一起来这边专注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说 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 你要找到真正可以帮助你的人 你要找到真正可以合适你的环境 你要设定好你个人的目标 最后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刚这没看 这看一下 我们要从最小的一步开始做起 展开你的行动 信心的行动 永远不要设定一个太大的目标 以至于你连动都不会动 从最小的开始 我在预备这个信心中 我就跟上帝祷告 上帝就告诉我说 有些你现在立刻就要带出改变的 现在就必须有信心行动的 不能等的几件事情 这是我自己的list 可能你有你自己的list 你回去跟神祷告 第一个 爱你的家人 你不要说等以后再爱了 很多人赚很多钱 我等我很有钱 我在孝敬我的父母 你只能把你的钱 去买子钱烧给他了 子欲养儿 什么亲不在 弟兄姐妹有太多种例子 有些很好的朋友 久没有联络就淡掉了 那怎么做 很简单 你现在 我现在就提醒你 立刻 立刻 开始想 你真的爱这个人吗 真的爱他 你是神的孩子 你是充满神爱的人 你是有能力 说出合一的话的人 等一下就会结束 打电话 去跟他报个平安 聊个两句 传个简讯 说出造就人的恩言 十一月快到了 预备个卡片给你要感谢的人 就这么简单 从这么小开始吧 健康的生活 听众姐妹 这不需要我再多讲了 吃好的东西 可不可以 减糖嘛 等我以后再 我告诉你说 等我以后再减糖 等我以后再 我还要拼一下 等我以后再运动 讲这种话的人 之后不是我去 医院探访他 就是帮他办告别事了啦 没有叫你去参加铁人三项啊 没有叫你变成克里斯牧师啊 走路可不可以 你说我膝盖有问题 骑脚车嘛 去游泳嘛 散步总是可以一天 五百五千步 一万步都可以 现在超慢跑 太多的 可以帮助你健康的 是你太多的 excuse 你太多的 借口 你太懒惰了 今天就去运动好不好 今天天气这么好 超好的 有没有 下午 你先想看下午 我都在想下午 我可能想去跑个步 哇 那个阳光洒在那个河滨 哇 昨天那个老头又出现了 哇 这个老头 怎么不一样了 因为我已经被恢复了 哈雷路呀 弟兄姐妹 开始想象 你的人生会改变 勇敢的传福音 不要说我都没有 没有对象 怎么可能没有对象 你总有朋友吧 你总有一些朋友 还不信 不认识主吧 可是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 约他吃个饭 可以吧 中午 跟你的 同事 一起约吃中餐 可以吧 从你最简单的生命改变 告诉他吧 为他祷告 可以吧 最简单的就好了 我在讲这个时候 我希望神感动你 你现在开始有一个想法 我要做什么 弟兄姐妹 基督徒 always在想 我要做什么 参与奉献 你说可以 等我赚更多钱再奉献 我告诉你 我认识太多的基督徒 他们在穷的时候不奉献 他们富有的时候 虽然从来没看过这种人 但是我相信 富有的时候 他们不会奉献 真的啦 我从我很穷的时候 我就奉献 十一奉献到现在 弟兄姐妹 扩大账目 当前进度 十七百分之 我今天再次说 我还没有跟我太太讲 但是我有感动 我要立即行动 我今年要认十分之一 就是一百五十万 这是我 对我自己的承诺 你总要开始面对这个事吧 你连十一奉献 跟那奉献都不想要 那你到底要干嘛 然后你一直想说 我以后会更有钱 不会 我跟你讲 我爸跟我讲一个道理 我非常非常的帮助 他说 他没有看过一个 不十一奉献的人 生活过得好了 真的 很奇怪 我们家很多兄弟姐妹是 做苦工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 他们有一个理由 说礼拜天要去工作 我爸就跟他们讲说 你礼拜天工作 你也赚不了什么钱 真的 我讲这个没有贬低的意思 但真的 我看到人很辛苦 不照着神的律管理全财 还是很苦 几十年过去了 还是很苦 但是我这二十多年来 我照着神的律奉献 洲际雄人 我过得很爽 白白胖胖的 弟兄姐妹 我只是要告诉说 不要给自己太多借口 信 信到底 爱 爱到底 你真的爱主 你不会计较那么多了 学习新的技能 若没有时间 你只有时间看那个短剧 谁敢动它 他怎么可能就是那个 帝尊不可能的事 我都会背人 那种演技 这烙气死 你可能没有像我这么低级 看中国短剧 你可能是看韩剧 你可能是追什么剧 你都有时间 你没有时间看YouTube YouTube很多人可以教 你现在很多知识型网红 可能你看三集 你就知道怎么用AI创作了 写歌也好 画图也好 新的技能都在网路上可以学习到 你说你没有 看本书可以吧 听一篇讲道可以吧 我昨天跑步的时候 我就选了一个讲道 一个多小时 我就把它跑完 边听边跑 总在学习吧 交新朋友 你说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 等一下结束 这么多可以交的新朋友 你就去跟他聊天啊 我知道有些弟兄 每次跟姐妹讲话就很尬聊 你好 没有关系啊 从尬开始 你在很尬的时候 你叫导哥 主啊 我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我是一个很尬的人 据点王 尴尬王 但是我现在是神的儿子 神会给我一个新的能力 以至于我可以要到他的LINE 哈雷路亚 你会改变 可是总要 学习嘛 我以前也是啊 我以前 有阵子我不大会跟女生讲话 因为以前我们是读工科 全部都是男生 我们那个整栋大楼 只有两三个女生 就随便一个都可以 但变成什么科花啦 就没有几个人啊 水准很差啊 然后 我们男生讲话都会 都会讲脏话 我很会讲脏话 我那个讲 以前很会讲脏话 我现在还是不遑多浪啊 感谢主 看状况使用啦 在讲台上面 我尽量不要使用 以前常常不小心跑出来 那以前 讲话中间 都是彰化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五个字 七个字的彰化 连接词啊 它是我的介细词 你知道吗 那我有一次 我们商科的 那个 那个什么 商业设计 什么东西的 来我们这边 几个女生 然后 我一讲话 然后他们就这样看我 觉得 我觉得我很脏 很低俗 因为我一直都是脏话 我觉得不行 我要改变 我要改变 我就开始不讲脏话 然后跟女生在一起说 我不会讲话 因为我就 就没有办法 因为男生都在脏话 你知道 男生 嗶嗶 嗶嗶嗶嗶嗶 男生讲的都这样子的啊 跟女生在一起 呃 我一句话讲不完 我花好长时间调整 这个 现在你看 我现在讲话已经 可以的 尬 没有关系 继续尬 你会改变得 身为于同在 交朋友 重点是 你真心诚意地 想要认识别人 不带着猜亵的表情 错误的动机 人们感觉得出来 总是叫得到朋友的 你懂我意思吗 OK 拥抱 放下 原谅 弟兄姐妹 有些人你应该去原谅 有些人你每天记在心里面 恨得牙痒痒 为什么 人家过得很爽 你每天睡不好 你要吃 那个安眠药 人家每天都在外面开开心心 对不对 我不是要你立刻 就去跟他拥抱 被人家伤害 我好爱你 耶稣爱你 笨蛋才会这么干嘛 对不对 什么叫老数 老数是放下 对这个人的关联 不再被他影响 但是不用立刻回到那个关系 但是第一步是什么 注意第一步是 你要勇敢面对你的情绪 我为什么想到松木强 恨得牙痒痒 为什么 我想到他 我心里就不平静 为什么 我想到他我就很难过 第一步去处理那个情绪 慢慢慢慢的 你越处理 你发现说你里面 想到这个人 没什么感觉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面对他 你就告诉他说 某某某 以前你对我做这件事情 我原谅你了 上帝祝福你 转身 潇洒离开 可是要从第一步开始 弟兄姐妹 放下你的忧虑 你什么时候 有好好地为你的忧虑祷告 你的财务状况 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健康 不要一直抱怨 上帝你怎么办 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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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你可以说 主啊 就一分钟就好了 好好地把你心中的苦 忧愁交托给主 投入属灵的操练 弟兄姐妹 你不要说 等你要等以后 退休再去读神学院 不用 教会已经安排 这个读经进度 神的主权与人的顺服 每天 大逢牧师都预备了 这个灵修 还有经文 都穿边边 就去跟着这个进度就好了 不用太多 每天读一两节就好了 你不用一次读四十章 一次读四十本书 没有什么意思读完 你也不知道你在读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讲什么 我们的生命要建立一个 立即信心的一个生活 你必须被耶稣拯救 你的动机在爱的里面 你的身份 你的至尊被恢复 你是神的孩子 你相信你是有能力的 以至于这个信心开始启动 然后你开始执行的时候 你要预备好 你要设定目标 把目标设定好 然后呢 你要去 你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然后你要有好的同伴 然后你要跨出底部 我刚刚已经告诉那些东西 你都可以做 我相信神一定有感动你 或者感动在网络上 弟兄姐妹 一定有一件事情 或者两件事情 你这个等一下主日结束 你关掉的时候 你就要去做的 不要消灭圣灵 圣灵感动 不要放过自己 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放过自己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you never know 你有没有明天 你都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我等一下出去就跌倒 然后就被狗咬死 是有可能的 you never know 我们都觉得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明天 不一定有明天 好好的去把今天就应该产生的行动带出来 天父与我们同在 祂的爱将带出一切的可能 你生命中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会改变的 会改变 我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跟各位分享 我生命中很多很多的改变 都是已经觉得不可能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做到这件事情 我怎么可能完成这件事情 我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人 都是从那一部开始 都是那一部说我相信上帝的话语 上帝说我是我就是 不断的告诉自己 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 既是如此一起来读 我们对这些事还要怎么说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 再说一次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要帮助你成为有信心行动力的人 谁可以抵挡你 魔鬼吗 他没有能力抵挡你 你的仇敌吗 没有 只有你错误的理解会抵挡你 你今天如果没有踏出去就没了 神如果要帮助你 谁能抵挡你 三十七节说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 弟兄姐妹 你生命中的弟兄 你都挑战我 我知道我也有我的挑战 但是我乐意接受挑战 我不想成为一个拖延逃避 或者自以为潇洒不碰这件事情的人 我要面对他 我的生命会改变 因为上帝的爱与我同在 他若帮助我 有谁能拦住我 他的爱不会与我隔绝 我可以胜过这一切 也一样的他若帮助你 你必定要得胜 你必定要得胜 好不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相信今天神要释放一些的人 我们等一下会一起剥饼 然后我们奉献 然后我们要一起会议上帝 我求上帝今天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 你就是在那个 自我形象低落的状况 今天我要先为一些人祷告 弟兄姐妹 如果刚刚在讲信息的时候 神提醒你 你就是那个常常用你过往的经验 定义你是谁的人 今天神有话要给你 祂看你如眼中的同仁 你的受造奇妙可畏 你是祂手中的masterpiece 你是祂用祂的爱子救赎回来的 你是很尊贵 你是很宝贵 这是你真实的身份 是的 我们一方面承认 是我以前很烂 但是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已经不一样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 你知道你正在那个 那个自我形象的破碎的里面 或是低落的里面 请你按手在你的胸口 在网路上 弟兄姐妹一样 我要为你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把你的手举起来 主耶稣现在奉你的名 我要宣告 主啊 祢的爱今天再次的 拯救我们每一个人 再次的恢复我们的自我形象 我们很多时候 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我们自己 主啊 奉主的名要拆毁这个谎言 我们不是这样子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是被拯救的 而且被拯救完全的 我们有全新的身份 就是神的儿子 神的女儿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有全新尊贵的身份 奉主的名 阿们 如果你是一个 自信比较低的人 你总觉得你没有能力 你总觉得你办不到 或者你常常觉得 你一定会把事情搞砸 就像我以前一样 好像所有莫非定律 都在那个最关键时刻 就会发生 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 牧师以前都是这样 我告诉你我做十件事情八件事会搞砸 但是我就是不断用神的话抵挡 不断用神的话宣告 不断用神的话去祝福我自己 我现在有十件事八件事会成功 两件事就是低空飞过 我很少搞砸事情 因为我的生命已经不一样 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同样跟我以前的状况 我要为你祷告 你生命中的这个咒诅 你的自信会重新被神建立起来 请你按手在你胸口 欢迎你祷告 天父上帝 愿你祝福弟兄姐妹 主啊 你如何坐在孩子身上的 从一个屡战屡败的一个人 成为一个屡战屡胜的一个人 并且我宣告 会越多的胜利在我们身上 主啊 有很多弟兄姐妹 现在还在那个莫非定律的 这个瑕疵里面 在那个不断失败的过程里面 主啊 求祝祢鼓励他们 不要放弃 也鼓励他们不要自责 我现在奉主的名 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得胜 在他里面要开始发动 他要全然相信基督得胜 我们在他的里面也要得胜 也要得胜 所以现在奉耶稣的名 撒旦现在完全离开 弟兄姐妹的身上 你们不准再对他们说话 说他们是loser 说他们会失败 说他们一定会进入到灭亡 这种声音全然停止下来 我宣告有一个全新的声音 在我们的耳边 就是天部说 孩子 你会成功 因为我若帮助你 谁可以抵挡你 有一个新的声音在你里面 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 祂的爱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 哈利路亚 主啊 因为这个全新的声音 替换我们失败的声音 主耶稣 我奉祢的名 代表这个教会 主啊 使用祢仆人的权柄 我宣告一个全新得胜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主啊 谢谢祢 拦起我们的自尊 拦起我们的自信 让我们成为一个 在基督里有全新自尊自信的人 谢谢主耶稣 赞美主耶稣 哈利路亚 谢谢主耶稣 最后一个祷告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对你现在所遇见的人事物 甚至上帝 你都觉得有点爱不下去 你不知道该怎么爱下去 我祷告 我们等一下在剥饼的时候 愿上帝 祂的爱再次流到你的里面 你知道如果你不爱上帝 什么东西都不怎么可爱 你得到了 你立刻觉得不可爱 但是如果你爱上帝 什么事情都可以变得很可爱 好不好 我们在主的面前 预备饼杯 如果你没有拿到饼杯 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请同工把饼杯给你 上帝说爱我们 祂是用一个行动来显明的 祂的宝血在这里流出来 祂的身体在这里 就是这个饼锁预表 血跟身体分开 代表这个人死了 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 的确为我们死 祂为什么要替我们死 弟兄姐妹 祂不愿意你活着像一个破碎 一个孤儿 一个loser 你们被创造不是为了活成那个样子 我有很深的感触 我的族群有很多人 还活得非常的痛 但是我在都市服事 我发现 你们跟我们的族人差不多 你们只是穿得比较光鲜亮丽 赚比较多钱 可是你们里面还是很破碎 弟兄姐妹 我明白一件事 为什么神派我来这里 因为我看穿的根本不是族群 也不是城乡的差距 是人的心 很需要耶稣的救赎 弟兄姐妹 今天你需要被祂拯救 你需要重新认识你的身份 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死 因为你太宝贵 天父不愿意你再活得这么卑微 破碎 没有希望 在基督耶稣里抬起你的头 你是尊贵的 你是满有能力的 你的未来会不一样 因为神爱 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 设立这个饼 设立这个杯 代表祂的身体和祂的宝血 现在我们一起纪念 谢谢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 身体被剥开 谢谢耶稣为我们流宝血 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要为这饼跟杯祝谢 天父上帝 你的仆人在你面前 要为这饼跟杯祝谢 现在我要祝福这饼 成为耶稣的身体 祝福这杯成为耶稣的宝血 今天我们喝了这杯 罪得赦免 吃这饼要得耶稣丰盛 而且强壮的生命 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看见这就是神的爱 以至于我们在神的爱里面 启动信心的行动 谢谢耶稣 如此祝福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吃 耶稣的身体 和祂的宝血 再次鼓励弟兄姐妹 等一下你可以继续 后面奉献 或者说QRQ奉献 让我们一起 把自己奉献给神 不只是钱 而是生命 全能全心 奉献给我们的上帝 我们当中 如果还没有信主的 弟兄姐妹 无论你在现场 或者你在线上 如果你想过一个 充满信心行动的人生 领受祂的爱 在祂爱的同在里面 才是真正的开始 如果现在 你愿意跟我做这个祷告 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亲爱的天父 谢谢祢爱我 拯救我 拆遣耶稣上师之甲 拯救我 我承认 我把自己搞得一团糟 愿耶稣拯救我 愿耶稣现在进到我心中 成为我的神 成为我的王 在祢的爱中 我有全新的身份 我有全新的能力 可以跟随祢 完成大使命 如指祷告 奉靠耶稣的生命 Amen 感谢耶稣 如果你愿意将自己 奉献给神 请你一同起立 我们要一起做个奉献祷告 天父上帝 我把自己奉献给你 无论是财物 无论是我们的恩赐 才干时间 愿你愿纳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认献 我们一辈子属于你 并且我们对世界 与撒旦宣告 我们是属乎 耶稣的门徒 如此奉献 如此祷告 奉靠耶稣的生命 Amen 好不好 弟兄姐妹 这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来回应祂 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满足 当祂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有强大的动力 我们就极其满足 我们可以完成任何的挑战 因为耶稣 祢是真正爱我们的 满足我们的 基督使我满足 基督使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基督使我满足 基督使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基督使我满足 基督使我满足 基督使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基督使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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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使我心满足 基督使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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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回头 释迦在前面 释迦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释迦在前面 释迦在背后 永不回头 再次说我已经决定跟着耶稣 我已经决定要跟着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要跟着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释迦在前面 释迦在背后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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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在前面 释迦在背后 永不回头 再次宣告 释迦在前面 释迦在背后 释迦在前面 释迦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释迦在前面 释迦在前面 释迦在背后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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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们的动机充满了神 你的爱 愿我们这个人 被你的爱恢复 成为生的孩子 愿我们这个人 做的每一件事 都带着爱的能力 所帮助我们 从最小的那一步开始 主你今天感动弟兄姐妹 等一下聚会结束 我们就立刻 带着信心来行动 谢谢主 一起低头来领受 天父上帝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永恒的慈爱 圣灵保慧师 将那极大的信心 所带出的行动 常常浇灌在 弟兄姐妹的心中 从今时时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 感谢主 我们派掌香荣耀的被给神